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核子医学的这个概念呢 它成像的概念就是说 既然我们不会产生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制造一些送进去 送到身体里面去 但是送的时候当然不是直接打进去 因为如果说直接放进去的话呢 它其实都会多少都具有一些毒物的效应 对你的身体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副作用 所以我们通常不会这么做 我们通常会跟一些其他的化合物做一些binding 是这样做一些结合之后呢 再把它放进去 所以放心 送进去不会害死你 但是送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一些 我们把一些具有核衰变特性的这些物质 送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以后呢 它就会随着我们身体四周 看depends on你今天怎么送它 是把它送到最常见的话 就是注入我们的血管里面 对不对 注入血管的话呢 它就会跟我们的循环系统这样子一直走 OK 那看它怎么样子做循环之后呢 它就会分布在你想要看到它的地方 这样子 那分布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适当的时间 它就会也不是讲适当的时间 它会以随机的方式来释放这些高能的这些电磁波 用衰变的方式来释放 那我们只要在身体的周遭呢 能够架设一些接收器 OK 一些那个sensor 来接收这个高能的这些放射线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些放射线 从放射线是从哪里放射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回推这些物质 也就是这些核衰变的放射性的物质呢 打到人体之后呢 它在人体内部的分布是怎么样子 那进一步的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一些生理的资讯 OK 所以 roughly大概是这样子的做法 那在使用的这些放射性的核种 还有它所翻译的这些物质 以及它注入的方式 其实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 OK 依照我们今天在临床上的需求 我们会有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今天稍晚会给各位稍微看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来从一开始来看一下 这个放射性物质到底要怎么样子选择 我们要怎么样子选择适当的放射性物质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些基本例子有多一些的认识 对我们的元素周期表上面的这些元素的特性也有多一些认识 首先呢 第一个最著名的一个发现呢 是那个Henry Becquerel 这位先生呢 他在1986年的时候 也就在此光发现的隔年 他就发明了 发现了这个 有一种矿物叫做Yale Uranium 它具有很高的这些放射性 所谓的Radioactivity 放射性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元素它不是一个很稳定的 它的原子核并不是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它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 将原子核裂解成其他的一个形态 或者说它会释放出一些比较小的粒子 这些粒子包含了像α β粒子这些东西 OK 那也包含了像高能的这些放射线 OK 像γray这样子的东西 OK 那再更进一步的话呢 在那个后续的努力上面呢 那个 各位我想大家都应该对这个名字不太陌生 这是Pierre Curie 这是Marie Curie 他们就是Gilly夫人和他的先生 OK Gilly夫人先生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 他们两个一起做实验 有了非常重大 很多重大的一个研究结果 那最主要在放射性物理这个部分呢 他发现了雷这样子的元素 它的放射性比之前Uranian的放射性还要再更强 OK 所以当时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消息这样子 OK 那Backworld到底怎么发现这个Uranian的放射性矿物呢 它其实也是意外的结果 那时候他们在做这个矿物的这种荧光还有灵光特性的这些研究的这些内容 那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什么是荧光的现象 有的同学的手表可能会有荧光的功能嘛 对不对 或者是你的一些产品 你所佩戴使用的一些东西 时钟等等的 它可能都有荧光的功能 荧光的功能的话 大致上就是在黑暗的时候可以让你看到亮光嘛 可是这个亮光怎么来的 它不需要吃电池嘛 对不对 它不需要给它提供额外的这些电力 它就可以产生光线了 当然比我们的日光灯弱很多了 它的原理大致上就是这些是一些很特别的这些元素 它通常来讲它在吸 它可以吸收可见光 让它的能阶越迁 越迁到比较高的能阶 那久而久之呢 这个比较高的能阶 有时候它就会掉下来 就是它还是属于 它还是希望能够回到比较低的能阶 只是这段时间不是立即反应的 在那个时间接受了高能阶的这个激发之后呢 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降回来低能阶 那降回来低能阶的时候呢 这个能阶的能量的差异 它就会用电磁波的方式把它释放出来 这就是你看到的荧光 那在一般的状态之下 你看不太到荧光是因为一般的状态之下的光线亮度比较高 所以你看不到它的存在 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会用比较暗的 在比较暗的环境里面才看得到 或者是说你要适当的加上那个底片来做显像的动作 你才能够观察到这些荧光或灵光的一个显像 OK 那当时呢 它就作为一个实验就是说 它就把硫酸矿 就是拿去做引发 就是拿去做日赛 就我们刚刚说的 提供外界的这个能源 让它能够产生荧光的现象 那产生荧光的现象以后 理论上来讲就可以让底片曝光了 可是它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今天我天气好的时候 理论上来讲我给它的能量比较多嘛 对不对 它今天也是有产生一点点的曝光现象 所以它其实荧光效应不是那么的明显 不过天气不好的时候 它发现 奇怪它底片的还是有曝光 而且两者曝光的量并不会差太多 所以后来它终于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它的曝光跟荧光的现象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不管今天有没有外在的这个能源的加入 它其实都会产生这样子的曝光现象 那在一系列的实验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是矿物本身里面的一些元素 产生了核反应 而制造出来的这些电磁波造成的曝光现象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些放射性 所以这个是左边这位是Henry Becker先生 然后右边这个是当初的一些第一手的这些曝光的照片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背景白白的地方就是没有曝光的部分 黑黑的地方就是它压上了这个硫酸釉的矿物 所以产生曝光的部分 所以曝光的部分的那个形状尺寸 其实会跟它压上去的矿物 大致上是符合那个外观的 其中下面这个呢 它还在矿物以及曝光底片上面呢 格上加上了一个 有点像十字形的项链这样子 大家应该蛮常看到那个十字架的那种项链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有点十字架变形的这个项链 在这个地方 Close这样子 为什么要放这个呢 它放这个意思代表就是说 其实它产生的放射线 穿透性其实很强 OK 强到怎么样的状况呢 强到甚至它其实是有办法 有部分可以穿透这个十字架的这种金属项链的 OK 那当然有项链跟没有项链的地方 有金属跟没有金属的地方 它的穿透性还是有明显的差异 但是即便是有金属的部分 它还是可以穿透的过去 所以当时我们就了解到 其实这些放射性的这些矿物所产生的这些电磁波 其实也是一些非常高能 穿透性非常好的这种放射线 跟那个之前 软晴霜发现的X光是有点类似的 那甚至呢 在那个测试它的这个穿透性上面 还有一个著名的结果 在这个地方各位看一下 他们把60毫克 minigram 不是gram 不是公克而已 是60毫克 纯化过后的锈化雷 我们刚刚说雷是比右 还要更具有放射性的这种矿物 它把它放在一个很大的鹅软石的上面 所以那个放射性的锈化雷 只有这边一点点而已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颗的石头 下面还压了一个千字板 那千字它就这样子放了三天之后呢 我们再把千字板下面的底片抽出来看 它就得到一张影像 这些黑色的地方是没有透过去的地方 所以这一张影像呢 就是用那个雷的放射线 所产生的一张照片 那上面写的字 其实就是它千字板的内容 就是说这一张影像呢 它其实是雷透过了六寸厚的鹅软石之后 才造出来的结果 六寸大概是15公分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石头的厚度 其实 roughly差不多嘛 15公分左右 所以它其实是证明了它的穿透性 其实是很强 就算是鹅软石 你也挡不住它这样子 所以当时雷和雷的发现 其实给了人们很大的期望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东西 甚至可能比那个X-ray的穿透性更好 能量更高 所以感觉上就好像非常的powerful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 尤其那时候大家都在打仗 对不对 总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些 很具有powerful的武器这样子 所以也动到了一些放射性的能源身上 这样子 OK 那不管怎么样子呢 这件事情呢 到后来呢 开始产生了一些瓶颈 尤其是在那个临床的这个使用上面呢 它其实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瓶颈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呢 其实在天然的自然的状况里面 我们很难找到高纯度的这些放射性矿物 OK 也就是说我们都找得到 可以挖掘到右矿 可以挖掘到雷矿 可以找得到这些东西 但是呢 它们的浓度 它们的纯量寒度 其实都很低 它距离如果你要能够使用来说的话呢 都必须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 把它的纯度提高之后 你才能用来做这个实验 就像刚刚的那个60毫克这样子的雷矿 它可能原矿是几顿重的 OK 用这样子的比例才能够提炼出很少很少的 这些放射性的矿物 而且在提炼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耗能的产业 所以它需要提供很多的水 还有很高的电力 才能够完成这个提炼的一个过程 所以换句话说它的制造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OK 很难做量化的动作 OK 所以而且那个矿物也是只有在少数的地方 才能够挖掘得到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 虽然雷相较于雷波又 它所产生的放射线 相较于X光来讲的话 它的能量很高 穿透性又强 不过呢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这些放射线的生成呢 是由于核衰变所产生的 那各位高中物理都学过 核衰变它基本上是一个random process 你没有办法预期它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们只能够用一个 有点类似几率的概念 来去告诉人家说 它的发生的速度有多快 所以用几率的概念的话 就是我们在讲核衰变的时候 一定会提到另外一个 时间上的名词叫做半衰期 也就是用这个时间来定义 有一半的元素产生核衰变 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什么时候会产生核衰变 我只能告诉你 in general大概 你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才会有一半的量被产生衰变 换句话说 其实它没有办法被精准的控制 它的计量没有办法被精准的控制 这一点跟X光不一样 X光怎么产生的 各位还记得吗 上礼拜才讲 请问下X光是怎么产生的 来 我们做前面的可以回答一下吗 你觉得X光怎么产生的 ok很好啊 其实这样讲已经很好了 果然是上礼拜有上课的同学 ok基本上的话 我们是把X光管上面通了很高的电场 对不对 让电子流 让高速运动的电子撞击在金属靶面上 通常是用U ok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让它减速以后 所造成的这些动能损耗 就会转换成为电磁波 ok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只要加上了这个高电场 就可以产生X光 你把电场断掉以后 就没有X光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控制X光机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讲到 有很重要的参数 一个叫做KVP 一个叫做MS 对不对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apply 在X光管上面的电压和电流 所以它是吃电的 你给它电它就会产生 你不给它电它就没有 请问一下现在的 这些放射性的元素 产生放射性的时候 它有吃电吗 或是它有需要去吸收 任何形式的能源吗 其实好像没有 它其实是随机产生的 对不对 所以随机产生的虽然很好 你不用吃草就可以跑了 这匹马很好 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它 它怎么跑 它跑多远 跑到哪边去 你其实不晓得 ok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控制 所以量少成本高又难控制 加上因为每次做出来的量 只有一点点 那你要能够累积到足够的这些光子的话 你必须要放很长的时间 ok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产生的影像的成本就很高 品质也很难掌握 ok 所以呢 后来我们就很少利用这些放射线物质 来进行成像的动作 医学成像的动作 只有在治疗的部分还有一些 还会持续的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治疗部分的话 高能量的放射线 它的破坏性其实是更强的 ok 那我们刚刚说过雷 还有这些 又所产生的放射线 它其实能量可能比X光还要高 所以它在治疗上面的效果 可能真的有比较好 ok 这是一点 然后再来的话呢 治疗的部分的话 它就没有像成像的压力 成像的话 通常我们希望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完成 避免在成像过程中 物体的移动 所造成的一些模糊的状况 可是治疗来讲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把那些放射性同位素 把它用一些方式固定在你的病灶附近 ok 那你要放个1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看你今天所需要的剂量而定 所以它比较没有那种Motion上面的问题 因为你在动的时候 那一个放射性物质也会跟着动 ok Roughly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这边有一张影像呢 让各位稍微比较一下 一样同样的人 同样的手 使用雷的放射线 还有X光的放射线 来做手掌的成像 左边的话是雷的 右边是X光的 你一看就知道 你觉得哪一张比较好 各位先看一下这张影像所代表的意思 就是 在那个 白色的部分的话 代表就是放射线能够穿透 黑色的地方呢 代表是比较不能够穿透 ok 好 那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这个 呃 它最大的问题 像 右边的X光来讲的话 你可以很清楚的去分辨 肌肉跟这些骨头 有软组织跟骨头之间的差异 它的对比非常的清晰 可是在左边这张影像呢 看起来是黑黑的一片 ok 所以它其实很难去分辨 不同的物质之间的差异 即便它的放射性很好 ok 但是呢 因为它的放射性太强 所以什么东西都穿得过去 什么东西穿得过去的话 代表它的差别就不明显 你就看不出来 好 所以这个是后来 我们很难去直接把它应用在这个 呃成像 一选影像上面 好 那我们再多了解一点 好了 我们刚刚说过这些放射线呢 它其实是由于核衰变所造成的 那核衰变其实是有很多种 那我们主要所使用的这些放射线 是那个 呃我们所使用的这些放射的这个反应 主要是这些γ射线的一个反应 也就是呢 它通常是来自于 呃 比较高能阶的原子核 通常它们是比较不稳定的状态 它想要释放能量降到比较低的位能 进入比较稳定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能阶的差异 它会用电磁波把它释放出来 OK 那 呃 这个 这个释放出来的这个电磁波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γ ray 不过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所谓放射性的元素 它所谓产生的这些放射反应的 衰变反应的 其实有非常多种 哦 我们可以根据它所释放出来的这个产物 来做分类 所以各位已经听过这些东西 像α衰变 β衰变 和γ衰变 其中呢 α衰变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整个 呃 原子核 比较大的这个原子核呢 它会裂解成一些比较小的原子核 所以它可能会产生一个氦核 氦核的话呢 就是质量数为4 直指数为2 这样子的一个原子核 当你的核反应核衰变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释放出氦核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α衰变 所以我们根据它的产物来做一个 sorry 定义 那另外一种可能会释放出粒子的呢 常见的叫做β衰变 或者是我们讲的更精准一点的话 应该叫做β-的一个衰变 衰变 β在这个地方呢 指的是电子 OK 也就是说呢 它在衰变的同时 它其实是释放出这些自由电子出来 OK 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例子 就是了 OK 那还有另外一种衰变 我们把它叫做β-的衰变 这个部分可能各位比较少听到 那但是在我们稍后的一个技术里面 我们会用到 所以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 β-的话呢 它叫做正子 正子的话呢 是跟负电带有相反电荷 电荷量一样 只是急性相反 然后质量数一样的这样子的物质 我们把它叫做正子 OK Position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电子的一个反物质 它们两个其实几乎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电信上面 一个是正电 一个是负电 不过讲到这个地方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好像在所有的物理课里面 通常没有听过Position这个东西 对不对 因为它在自然界里面 几乎是不存在的 OK 它几乎是不存在 这个基本粒子 基本在我们的自然界里面 几乎是不存在 它只有在实验的时候 才会跑出来 在一些很不一定的状况的时候 才会跑出来 当它制造出来的时候 它会以很快很快的速度 跟周边的这些自由电子结合 也就是说你周边里面 只要有任何的自由电子的话 它就会倾向于跟它结合在一起 OK 那结合在一起以后 正电和负电的电荷的特性就消失了 OK 所以我们在自然界很难看到这个β正 也就是正值上的衰变 不过我们先在这个地方买一个梗 等一下我们还会用到 好 那但是这三个呢 都不是我们在合一里面想要运用的衰变现象 我们真正想要运用到的衰变现象 是最后这个γ射线 OK 是γ射线 那 不过现在问题来 为什么我们说γ射线是 其实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呢 是合一里面最想要的成分 最想要的这个讯号源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 刚刚那些α衰变也好 β衰变也好 这些东西 这些衰变的过程当中 都会产生一些粒子 这些粒子呢 想当然了 它是有体积的 它是有质量的 OK 所以呢 它产生衰变以后 如果今天它是在人体内部产生衰变 制造出这些粒子出来以后 它很快的就会跟周边的这些组织 发生反应 OK 也就是它的能量会被吸收掉 它很难穿透人体 尤其体积越大的粒子 越难穿透人体 OK 所以 这个造成的是 你今天虽然产生核衰变了 但是它跑不出来啊 它的能量 它的辐射能量被你吸收掉了 但是它没有办法跑到人体外面 让你从外面的这些装置 接收到这些放射线 对不对 接收到这些放射出来的粒子 它做不到 所以它有没有办法拿来成像 没办法 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合一的基本原理吗 我们是把这些放射线的元素打到人的身体里面之后 让它自己产生放射 让它自己产生衰变反应 那我们接收的是衰变反应以后 所产生出来的这些产物 也就是放射线 可是如果今天你产生的是α粒子 β粒子的话 你根本出不来 出不来的话外面接收不到 接收不到就没有讯号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身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它只会累积计量 它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任何的讯号 所以我们会尽量不使用它 我们使用的是最后那一个γ摔电所产生的放射性 也就是γ射线 那γ射线跟X射线一样 跟X光一样 它们都是电磁波 所以它们其实都是一些能量的波动 然后它们的能量都非常非常高 也就是它们的波长很短 频率很高 甚至γray的能量还会比X-ray还要再稍微高一点点 那在坊间有些 在有些分类上面 有时候是用能量的大小来分 有时候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分 但是在比较 现在大多数的分法来讲的话 怎么样区分X-ray跟γray 我们其实是用它产生的原理来做分类 OK X-ray来说的话 它绝大部分都是跟电子有关系的 像我们之前上礼拜讲的 我们其实是把高速的电子减速之后 所产生的这个能量 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把电子打掉了以后 外围的电子 越迁到内圈的电子 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放射线 反正这个东西都是跟电子有关系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X-ray 那如果今天是跟核反应有关系 所产生出来的放射线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γray 那这两者都是很高能的 但是呢 它们部分在能量上是overlap 请各位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告诉了各位所有的电子波在不同的频谱上面 不同频率分布上面 我们其实有不一样的名称 中间这一段画直线这一段呢 是可见光的部分 visible light OK 它其实范围很短 只有那个我们的波长在400到700的nm这一段 我们才叫可见光 各位看一下这边横走有些不同的单位 这下面这个是energy 也就是光子 phenton的energy 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energy下面 底下所对应的frequency 以及它的web length 波长是多少 其中这两者的话呢 是根据那个光速来做转换的 我们知道那个这些电子波 在真空中所行进的速度都是光速 三乘十的八字方公尺 好 所以越往右边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频率越高的部分 也是能量越高的部分 然后是波长越短的部分 好 那x光和dobl ray在什么地方呢 x光和dobl ray位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频谱来讲的话 都是比可见光还要高的 也是比紫外光还要高的 OK 那其中呢 他们其实是有一点点overlap的范围 但是这整个范围来说的话呢 γ ray是稍高于x ray一点点 OK 不过呢他们的特性其实是非常接近 撇开他们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这些物理特性其实是蛮接近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波长都非常短 多短的scale大概就是在一个mstrong 或甚至更短 所以呢 绝大部分物质对他们讲看起来都是空的 换句话说他们的穿透性非常非常的强 你要挡住它的话 通常是需要使用那些 质量素很高 原子序很高的这些元素才有办法把它吸收掉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在合一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说过了 我们希望能够采用的是这些能够产生γ ray的放射性同位素 OK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不希望有α粒子β粒子产生 最好的状况之下就是只有产生γ ray 其他两种都没有 OK 只要产生γ ray就好了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逻辑下 核子医学影像里面 我们多半使用一种核种叫做metastable的核种 metastable代表meta是半 就是 不是完全啊 就是半稳定态这样子 metastable是半稳定态的意思 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真正那个最稳定的元素状态 它是在整个核反应过程当中的一个中介的一个状态 OK 那进到这个状态之后呢 它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这些能量改变 也就是它的能阶 未能的能阶会降到更稳定的状态 那因为只有能阶的变化而已 所以它释放的通常只有γ ray 不会有其他的 不会带有其他的这些β粒子 或者是α粒子这些东西 不会有其他的这些基础粒子 OK 好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到γ ray的这个高穿透性的性质 也可以降低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降低 我们人体在成像的过程当中所吸收到这个辐射的基量 OK 那最常见的呢 其实是这一个 下面这个 TC 这一个元素 TC是什么呢 我相信绝大部分同学应该都不知道 它其实中文我们把它叫做答 它怎么变过来呢 通常是由另外一个元素叫做μ 通常元素中期表上面的名称就是有边念边没边念中间 所以很难念没错 但是我们都是这样子做好 来 MO呢 它是从μ这一个元素所摔变而来的 那 这一个μ呢 通常它是原子序的话是42 也就是说它的原子盒里面含有42个子子 然后它是由质量数为99的μ摔变而来的 质量数99的话 那代表就是42个子子再加上57个中子 OK 这样子的元素它在做衰变的时候呢 诶 它会让其中一个中子变成直子 OK 也就是说有一个中子呢 它会丢掉一个负电之后 中子的话有点像是电中性嘛 对不对 它丢掉一个负电的话呢 它就变成是带正电的一个直子 OK 然后呢 转变成直子以后呢 质量数不变 各位可以看到还是99 左上角那个数字代表质量数 也就是直子数和中子数的总和 但是呢 它的原子序从42下到43 OK 那这个地方 99的后面我们加上了一个m 这个m就代表了就是metastable的状态 也就是说它是在一个半稳定的状态 它会继续衰变成比较稳定的这些 这个答 99的这个答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它们里面的这些质量数是没有变化的 也就是原子核的组成本身是没有变化的 只是它们能接 产生一些改变而已 那这个呢 是大概是我们现在在核子异学影像里面呢 非常常用的这个放射性同位数 因为它只有单纯只会产生干嘛射线 而且它还有一些重要的特性 比如说它的半摔期非常的适合 拿来做核子异学影像等等的 稍等一下我们会再提 比较 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这件事情 先各位留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我们大概知道了这个 所谓我们在核子异学影像里面所使用的这些放射线的来源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那我们怎么样子挑选 适当的放射性同位数 也就是说我今天要产生一个适当的放位性同位数的话 我要有怎么样子的考量 我要怎么样子做挑选 那再来呢我们才会根据其他的这些像放射药物的化学标记 还有器官功能啊还有这些影像侦测 我们等一下才会一一的来解释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子选择适当的放射性同位数 那我们刚刚说过了 除了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 它只会产生γ反应γ射线 其他的粒子其实你不需要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就是板衰起 我们刚刚有提到 那个放射性衰变的产生的发生 它是没有办法被预期的 没有办法被预测的 因为它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我们只能够用一个类似几率的这样子的概念来转述 最常使用的名词就是 最常使用的这个物理量就是半衰起 比如说呢 这个在不同种的这个半衰起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列的这个例子 I的话是点嘛 各位应该知道 点125的话呢 它的半衰起大概是 它一样会产生γ射线 不过它的半衰起是65天 右边这个元素的话 Kr的话是克 泰乃亚克山东的克 克的话是一种惰性气体 OK 那81m的这个克 代表就是说 它的质量数是81m mh stable的状态 所以它其实也会释放出γγ rate 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克的状态 不过它的半衰起只有13秒 我们刚刚说半衰起是什么意思 半衰起是今天给你一堆 这些放射性同位素 它有一半产生核衰变所需要的时间 是多少 OK 这个叫做半衰起 所以经过一个半衰起以后呢 这些放射性同位素的量 会变成原本的1 2 经过两个半衰起以后呢 1 4 经过三个半衰起之后呢 1 8 OK 用这样子的指数的衰减 指数衰变的这样子的速度 逐渐减少这样子 好 如果知道以后呢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今天有没有办法拿这个点 它拿这个克 来当做我们核子异学影像的 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点 你觉得适合吗 以点为例来讲的话 半衰起65天的意思是什么 把这个药打入了你的身体之后 经过65天它才会变成原本一半 OK 所以它的衰减速度是非常非常久的 好 那你如果希望能够得到足够的光子 或足够的这些γ ray 来做成像的这个动作的话呢 你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你计量可能要达很多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在有限的成像时间之内 才能够累积足够的讯达比 对不对 我说有限的成像时间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成像的过程当中的话 你一定必须要把你安置在这些影像的设备里面 对不对 那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你的姿势舒服一点点 所以就会让你躺着 你躺在那个床上面可以躺多久 10分钟 半个小时 还是一个小时 不管怎么样子 不管你再怎么能躺 应该不太能躺65天嘛 对不对 我想以一般人来讲的话呢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算是很了不起的 OK 所以考虑你在上面的这个 在scanner里面的这个时间 你打住的这个计量必须要很高 因为它衰变的速度慢 OK 这还不出问题哦 打进了今天做完成像之后呢 很可能的 可以想象的 一定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比例的点 还没有被产生放射性反应 也就是说呢 你今天做完了scan 离开了医院回到家以后呢 会怎样 衰变就会停止了吗 不会 还是继续持续的在做放射的动作 只是这个时候接收这些放射线的 不会是那个机器的 而是你的家人和朋友 OK 那我想他们应该不需要做放射治疗才对 所以很明显的这一个 这么长的半衰期对你来讲 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欸好 那太长不行 那短一点呢 13秒呢 13秒意思是什么 我们刚刚说13秒过以后 只剩下50%嘛 26秒过后呢 只剩下25%嘛 对不对 所以一分钟过完以后 你自己可以算一下还剩下多少 二分之一的大概四四方到五四方 OK 所以很明显的早就已经不到10%了 一分钟而已喔 所以换句话说你今天制造完以后 过了一分钟 它的放射性已经decay了90%以上 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都还来不及做成适当的东西 送到你的病人里面 你的放射性已经快要decay完了 更不要说我还必须要把你推到 scanner里面 我产生了这些放射性同位素以后 我还必须要把它 适当的做一些包装之后 才能够打到人体里面 不过这个例子里面 客来讲的话还好 因为它是一个惰性气体 所以通常用吸入的方式就可以了 这部分可能不太需要花时间 但是问题是你还要进去那一个scanner 你还要setup好 躺在上面开始接收 这些通通都要花时间的 OK 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形就是 你当你躺上那张床的时候 你早就里面的放射性同位素 早就已经衰减完了 不知道谁接收了就是了 OK 所以太长和太短 其实都不太好 所以最适合的长度 大概是怎么样呢 大概是在至少要几分钟 最好能够几十分钟 或者是几小时 这是比较适合的长度 也就是说呢 你有一些比较充裕的时间 在放射性同位素产生了之后 你可以适当的跟一些其他的化合物 做半一点的动作 然后打到人体里面去 OK 然后呢 还可以上到这个scanner里面 让我们扫描 其中我们还必须要把 这些药物的运送时间给考虑进来 因为通常来讲 合成这些放射性同位素的地方 跟医院不会再是同一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通常来讲 这些放射性同位素 都是需要高度管制的这些化学材料 所以它通常不会刚好就在医院里面 这样其实是有点点危险的 因为如果一旦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意外的时候 你是很难去收拾的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了 适当的半摔石的长度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 再来呢 我们可能还要考虑一下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 它今天所产生的这个放射性 伽玛射线 它的能量是怎么样子的 它的能量多寡的话 会影响什么 会影响它在各个组织里面的衰减参数 OK 各位还记得吧 我们上次在X光的时候 有稍微提过这件事情 我们说X光在穿透人体的组织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光电效应 可能会产生Compent scattering Compent散射 这些东西呢 都会造成X光的衰减 对不对 那它的衰减系数 通常来讲是能量越高的状况之下 衰减系数会越低 所以换句话说 能量越高的这些电磁波 包含X-Ray 还有包含GammaRay 这些电磁波在能量越高的状况之下 它的穿透性越强 OK 那在现在儿子医学里面呢 我需要的 我需要这些放射性 让它能够穿透身体以后 我才能够在外部接收到这些讯号 我接收到讯号以后 才能够回推它在体内分布的状况 是怎么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里跟X-Ray有点不一样 是X-Ray希望在造射的过程当中 你产生不同的衰减 它才能够制造出影像中的对比 可是在核子医学影像里面 其实基本上它希望它赶快穿透 让它在外面能够接收到 因为你的影像对比 来自于放射性同位素的分布 而不是组织器官 OK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 它的能量太低其实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能量太低就是衰减高 衰减高的话 一样的 额外的激样就被你吸收掉了 它还出不来 就被你吸收完了 OK 那更不要提像α-Ray或β α粒子或β粒子这些东西了 因为它们的吸收性更强 根本没有办法穿透 而且呢 它们因为粒子的体积质量越大 所以它对人体所产生的破坏性 其实是更强的 也就是一样数量的这些粒子或光子 α粒子的破坏性 是大于β粒子的破坏性的 OK 好那最后呢 当然我们希望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 还有使用这些不同化合物标记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程序能够越简单越好 越快速越好 OK 因为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把它产生的药物 注入到人体里面 进行这一个医学影像的成像的一个动作 好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再度提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答 Technetic 这个是在核一里面最常最常被使用到的核种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半摔期非常非常的合适 我们来看一下 从99m的达衰减到比较稳定的这个原子核 OK 它所需要的半摔期是大概只有六个小时 我们刚刚说过六个小时 其实刚好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 你可以在其他的地方省场完之后呢 适当的时间运送 然后到医院以后再去做成像的动作 OK 然后病人呢 今天接受了适当的剂量以后呢 躺在床上可能30分钟到一个小时 就可以完成一张影像 SMR够好的一个影像 回家以后呢 因为这个机量已经降低了 所以它也不会对周遭的部分呢 周遭的缓星造成过高的这个辐射机量累积 OK 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来讲 这个补击率最高的一种核种 所以它甚至可以在一个地方所生产的核种 就可以供应附近的地区 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 只要南部的地方有一个生产的一个位置的话 整个大概云嘉南到高雄屏东全部都可以cover 因为它大概这个range 我刚刚讲的range 大概都是可以在一个小时的车绳里面打大我 OK 所以以台湾的现况是这样子 南部地区就只有一个产生核种的这个位置 OK 那以达来说的话呢 这个99M掉到99这一个能阶的转换呢 它所制造出的Gamma Rate OK 它的能量呢大概是140kEB 好 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个单位应该不陌生嘛 它是电子伏特 EB的话是电子伏特 所以它是用来描述光子的能量 140是高还是低呢 这有什么概念 如果忘记的话回去看一下我们之前 有讲到S光的这个频谱以及它的衰减细数 我们说S光 我们在使用的S光的话呢 它的频谱大约是在几十到上百这个range 所以140相当于是能量比较高的S光 OK 所以它可以也有不错的穿透性质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衰变的过程 其中这个横轴的位置的话呢 应该说纵轴的这个高度的话代表能阶的多寡 所以我们它的原始物是我们的木 木99 刚刚说过了 这个东西呢 是它的反应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成分 它经过了一个电子的释放 也就是β反应之后 使得其中一颗的中子变成直子 OK 所以原子序从42变成43 质量数不变还是99 OK 那这个过来之后呢 它就转换变成是metastable的technetium OK 这一个半稳定态的这个元素 然后呢 再经过一次伽马衰变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稳定态的一个打 那其中呢 这个部分T sub二分之一 这个东西代表就是半筛期 OK 大概是六个小时 那这一段能阶的量大概是 0.14megaEV 其实是140kEV mega是10的六四方 OK 所以这一个伽马射线 这边所产生的伽马射线 就是我们想要的讯号源 不过你再继续看一下 什么好像故事还没结束啊 这个核反应好像还没有耶 它其实打99来讲的话 它还会再经过一次β衰减以后 变成这一个ru ru的话是0 ok 它还会变成这个东西耶 诶那怎么办 意思是我今天打进去人体里面的打 放久一点以后 它还会继续衰减变成其他的元素 而且这个衰减来讲 它产生的产度是什么 电子 我们刚刚说β这个我们不喜欢耶 对不对 因为它有粒子 它一下就被吸收了嘛 对不对 不过不用担心 再看一下它的伴衰型 22万年 ok 换句话说呢 虽然它可能会产生核衰变 但是几率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ok 所以不太需要担心了 所以这个99的答 可以试成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元素 ok 这样可以好 好 所以呢 嗯 我们已经制造出 我们想要的这个放射性同位素 它可以释放出这个 gamma rate 来做那个医学影像的动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跳掉中间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生理和化学都比较有高一点点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能不会在这边琢磨太多 等一下我们要回来讲一些例子 就是应用上的实力 不过我们在这个地方先跳过一下 假设我今天已经跟适当的这些化学物做标记的动作 送到我人体里面去了 那会遵循我们今天这个化学物的特性 这个标记物质的特性在体内做累积 那接下来的最后那个步骤就是 我们需要去接收体内的这些放射性物质 所释放出来的gamma rate 再透过这些gamma rate 来分析这些放射性物质的分布浓度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到底要怎么样子做讯号的侦测 ok 那在侦测gamma rate的这个讯号装置底下 其实跟我们的X光的这个 现在X光的这个感测 其实还蛮像的 原理上面其实蛮像的 ok 那最早做出这个东西来的人呢 叫做Hard Anger Anger先生 ok 他在1958年的时候呢 制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机器 他把它叫 后来人为了纪念他 也把它叫做Anger Camera 其实他叫原本来叫做Gamma Camera 顾名思义 他其实就像照相机一样 他是Camera 只是他接收的不是可见光 各位使用的那个数位相机 接收的是可见光 你的底片会对可见光感光嘛 对不对 那是Gamma Camera 还是专门用来吸收Gamma rate 为什么不能拿一般的底片去接收Gamma rate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可见光跟Gamma rate 都是电子波耶 那为什么你的底片会对这个可见光有反应 但是对Gamma rate好像就不太适合呢 其实是因为它的高能制造出来的高穿透性嘛 对不对 Gamma rate的能量非常高 穿透性非常强 所以其实一般的底片搞不好拦不住 它直接就穿过去了 所以我在吸收这些高能的电子波的时候 其实我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材料 才能够把它完整的抓住 OK 所以这个Gamma Camera呢 其实是现在在核子机器学里面成像的一个重要的device Event到了今天大概已经过了50年了 接近50年了 我们还是主要还是使用Gamma Camera 来接收这些Gamma rate的讯号 那当然我们在细节里面的这些机器结构上面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材料上面还有影像处理的部分都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获得的影像品质 其实已经比当年好很多了 那这个Angle Camera或是Gamma Camera 到底是什么东西所组成的呢 大概是这一串东西吧 闪烁技术器、准值仪、光电背增管、波高分析仪 和位置逻辑电路 光把这些名词念出来 我想大家应该头都很大 还对因为没有一个看得清楚 逻辑线路好像有点点 跟各位的逻辑电路有点关系 但是其实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直接看一下图 就会比较了解了 这个先看一下历史的照片 左边这个就是Ringer 跟他所做出来的Gamma Camera 所以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镜头本身 然后呢 他会把量色道的讯号 送到其他的机器上面去分析 他所在的位置这样子 这些光线的来源 和他的一个分布的状况 好 那他的结构上面的示意图呢 大概可以用这张图来表示 OK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这一个部分 就是Gamma Camera的部分 OK 下面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人体 也就是现在想要观察的位置 OK 那假设我今天的放射线同位素 注入到人体之后呢 他会累积在这个器官上面 就是这两个黑黑的器官上面 所以这个器官上面的放射定同位素 就会随机的产生Gamma Rate释放出来 那现在Gamma Rate的穿透性很高 所以他可能就会穿透人体 OK 被我们的Gamma Camera给接触 那这个地方的所有元件 他所负责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OK 首先呢 你今天在做接收讯号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有一个材料 能够捕捉Gamma Rain 对不对 Gamma的这个Fenton 你一定要能够抓得住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设备 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层东西 他把它叫做 Cintillator 或是Cintillation Crystal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闪烁晶体 OK 他其实是一些 比较密集的这些晶格的一个结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主要的架构是 点化钠 含有他的一些点化钠的一些晶格 OK 他可以吸收Gamma Rate的能量 把它收进来 OK 然后他会转换成 他会把Gamma Rate的能量 转换成可见光 再释放出去 OK 释放出的这些光子的数量呢 会跟他所吸收的能量 是成正比的 OK 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接收Gamma Rate 那你把它转成可见光以后 虽然还是电子波 但是可见光的接收 我们后面能够做的东西就多了 因为我们比较喜欢 比较习惯去处理可见光 而不是Gamma Rate这个东西 因为Gamma Rate看不到 可见光起码你看得到 OK 所以这个是他第一集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那个 Cintillation Crystal 或是Cintillator OK 闪烁晶体 那闪烁晶体 我们刚刚说 我们先顺着说完 今天闪烁晶体收到了Gamma Rate以后 它会释放出可见光 对不对 可见光这个可见光 你今天捕捉到的Gamma Rate的Fenton 其实是很少的 数量是很少的 因为我们不能打太多的放射性同位数进去 所以你只能够捕捉到很少的Gamma Rate 然后呢 这些Gamma Rate的数量竟然不多 它所释放出来的可见光的数量也不是很多 也很微弱 这时候你就需要做增强的动作 其实就是在电路里面的放大器在做的事情 只是你现在是对光的讯号在做放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东西叫做光电背增管 OK 刚刚讲到这个东西 Photo Multiply 光电背增管 通常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PM2 OK 先不用急着知道完整的名称 你只要往后翻几张头影片 你就可以看得到我是写在后面的 所以你可以往后面看 就可以看到它的完整的这个名词是怎么样子写的 通常我们把它叫做PM2 那这个光电背增管 它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它就是会吸收这个很微量的可见光 把它转换成电流 并且藉由这高电压的辅助底下 它可以再把这个电流做放大的动作 放大到足够可以让你观察的scale 再做输出 所以这一层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把我们的讯号转换成电讯号 转换成电讯号后面就简单了 因为你就知道讯号的处理 或者是位置的这些政策要在什么地方了 OK 好 所以这个是它的两个很重要的元件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件 我们刚刚一开始跳过的是在这个地方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平行的 一根一根的这些条状的物质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就是准值椅 collimator OK 准值椅用来干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这个放射性头外素打到人体之后 它会随机的产生 gamma摔变嘛 对不对 释放出 gamma rate 既然是随机的方式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办法固定今天产生的 gamma rate的方向 其实没办法 它是往四面八方 它喜欢往那一跑就往那一跑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捕捉到了 gamma rate的话 欸 其实你在周边都要有这个 gamma camera 才能够捕捉到这一个讯号 不过呢 捕捉到讯号以后呢 问题来了 我怎么知道我今天捕捉到的这一个 phantom 它的方向是怎么样 换句话说 假设没有这个准值椅的话 一样是这个 structure 如果这一层是我们的 scintillator OK 我今天产生了 在人体里面产生的 gamma 射线 我可能往这边跑啊 我可能往这边跑啊 我有可能往这边跑 这个意思是 我同样在这个位置接收到 gamma 射线 可是我不知道它到底从哪边来的 我如果不知道它从哪边来的 我又要怎么样去回推它在体内的分布 是怎么样子的呢 OK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因此呢 Haringer它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就在接收讯号之前呢 我加上了很多平行的铅板 因为我们知道铅的原始序比较高 所以它对于刚好锐的吸收程度是非常强的 它把这些铅板呢 做这些平行的方式的排列 我画几个就好了 OK 在这样子的排列状况之下呢 因为它排得蛮密集的 所以呢 只有平行于这些铅板的 gamma ray能够通过 跟它不平行的呢 只要歪到一个角度以上的话呢 它就会被铅板打住 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 以刚刚讲的这三个例子里面 只有这一条会通过 旁边的都不会通过 OK 所以换句话说 我在哪里收到讯号的 我做一个垂直与表面的延伸的话呢 我就知道这个放射性同位数 它的分布在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方向 换句话说 其实我就知道了放射性同位数 分布的投影结果 跟Square是有点像的 我可以知道投影结果 我不知道它是从哪一个深度来的嘛 对不对 它可能是在这边 可能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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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没有关系 我就是知道它是在这个上面 所以呢 你翻纯从这个Gamma Camera 收到的这个影像呢 它就会变成是 你想要观察这个物体 在垂直方向的投影 或者我应该讲更精准一点 这些放射性同位数 在人体里面的分布 与垂直方向的投影结果 你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好那后续还有一些东西 都包含了像这个 这个位置逻辑线路 在这个地方 Position Logic Circuit 还有这个波高分析器 都是用来帮助我们去判断 这个讯号的来源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后面这个地方的一些 比较清楚的一些叙述 首先在Colimator的部分 我们刚刚说过 它其实就是很多平行的先币 因为这个东西呢 对于干嘛热的吸收性很高 所以它只有 跟它平行的才冲了过去 OK 你才能够知道这个讯号 是从哪边来的 它的好处 可以让你知道它的位置 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 它的问题是 它也会吸收掉很多的光子 有非常多的光子 在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被吸收掉 比如说我们刚刚打叉叉了 就被吸收掉 被吸收掉的意思是什么 你一定要产生更多的核摔变 你才能够累积足够的分层 通过这些Colimator OK 以我们一般常见的 Geometry来讲的话 它大概5000个 只有一个会通过而已 5000个 只有一个通过 那代表其实 应该是90 只有 千分之0.5 不是千分之0.2 sorry 千分之0.2 的Fenton 产生的Gamma rate 才会通过这个Colimator 换句话说 超过99.9%都被拉斃掉 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这其实也增加了 它的副作用就是 它会增加了 在成像过程当中 人体所吸收的辐射气量 OK sorry 我刚刚讲了太久了 所以我们先平一下 休息一下 10分钟以后再回来